秦三氏紫英 大家好,我是冰蛋 以前在代堂当中有人问 说秦二氏以后就亡国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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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那紫英是谁? 秦国最后一代君主秦三氏紫英 那才是亡国之君 公元前207年 完全掌握朝政的赵高 想自己当皇帝 他逼杀了秦二氏胡亥 立紫英为秦王 紫英以生病为借口 不理朝政 当赵高亲自去请他上朝时 借机将赵高 逆其三族 而就在这年的十月 刘邦进入咸阳 据说紫英连打都没打 直接投下了 这才结束了他46天的秦王生涯 但是紫英啊 你也别太难过 史上比你还惨的皇帝 还有好几个呢 还有一个才不到一个小时 一个月后 项羽如官 将紫英 活皮马的埋了 但埋在哪呢 史书上没有记载 至此秦王朝灭亡 兵马远博物馆 中世民一馆长 袁忠一曾经说过 亡国之君不起风土 但依照于墓道造型来讲 天子为亚自行大人 而诸侯王是中自行大墓 亲大夫是甲自行大墓 在始皇帝陵西侧五百米处 曾发现了六座秦墓 其中五座甲自行大墓 一座中自行大墓 但如此高规格的中自行大墓 没有风土 墓主人到底是谁呢 但目前我们所发现的这道墓道 它是中自行大墓 秦王当时已经灭了六国 没有诸侯国这个条件 所以没有诸侯王的陪葬等级 而这个墓到底是谁 元老说过 这个墓应该就是仓促埋葬的子鹰 好了 这一期就讲到这里 上次看评论区留言 有人说兵马俑是个明月的陪葬品 下一期就讲这个 别的 这是什么 我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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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冻杀